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观朋友晚安 我是刘祝华 台北股市今天拉住了连六红 六天以来涨了528点 同一时间 外资连六买买了1311亿 而且专家说 台股的高点现在 还没到 144年底还有高点吗 那现阶段 到底该追创高股 还是卡位跌身反弹股呢 今天低价股好活泼 低价股谁的长相最佳 外资这一波赶进度了 为什么因为台币涨得真是凶啊 这一波以来 雅币当中就台币最强 五天狂升了超过七角 外资急啦 现在要赶快回补 那我们今天就来追 哪一些琢磨股 将会有机会强者横强 ETF现在存股的人 该采取什么的姿态呢 今天要告诉您 台积电最近姿态 这么的旺半导体ETF 都被带上来 如果选ETF 想要同时作用 权王还有股王 到底现在该怎么挑 专家一并告诉您 四位专家 首先邀请到 居民老师晚安 坐好 大家晚安 正华晚安 坐好 大家好 再次邀请到孟大晚安 还有明翰晚安 坐好 大家好 虽然今天全职股休息了 高价股今天也疲弱 但是PCB族群 今天涨势很整齐 再加上低价IC设计 今天还是活蹦乱跳 开低震荡 今天在尾盘收红 上下震荡非常载幅 只有六十多点 今天小涨了一点 指数在高档17210做收 量还是只有2798亿 几件事情值得注意是外资 外资这一波赶进度之余 六天买了1311亿 当然最主要是因为台币了 台币这一波 亚币当中最强 就算今天 今天收盘期的两分钟 还是强涨了2.2找 所以外资还有机会 源源不绝进来吗 第三个是贵买指数 贵买在今天明显强于大盘 如果再搭配今天的涨停股 30多档 其中三分之二 全部都是50块不到的同板股 意味着在接下来 中小型股 还有低价股 将成为主轴了吗 电子股今天休息一下 前一阵子已经涨一波了 所以今天台积电 红海收跌 但是人气股在这里 高周转率代表在今天 人气焦点股全在其中 其中我们分了两个逻辑 有一些人气焦点股 是跌升反弹的 谁可以卡个位 有一些是强者横强 持续创播断高 如果您在里头 什么时候应该收手 还是精进的报警处理呢 但有一些创高之后 今天高档拉回了 只是休息一下 还是小心人走茶凉了 另外是拉回 但是没关系 利手五日均线 有技术现行当保护伞吗 这些个股 我们都要一一的 来请专家来检视 达州股市今天涨跌 互接日本股市 比较消沉一点 但是今天韩国股市 香港恒生指数 大涨了1.6% 先来看台北股市 今天下午非常重要的 最新进度来自于 2024年总统大选 民进党参选人赖金德 在今天下午3点中 正式的宣布 攜手肖美琴 一起来进行 这次的总统大选 当然最主要明天 他们要去中选会登记了 好看一下时辰 明天开始开放登记 就在这个时候 上个礼拜六 蓝白盒竟然宣布破局了 什么时候会有结果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希望礼拜三 最后结果确定 因为礼拜五就是总统大选 登记的最后截止日了 而就在今天因为蓝牌盒 又变成了蓝白拖 居民老师 所以今天的观光族群 长这个样子 有人说长这个样子 已经算很抗叠的 有人说还有戏 大家还不用绝望 但是今天把大家吓到 我直接问 观光股没戏了吗 上个礼拜看到这个题材 才进去的人 现在该怎么办呢 基本上来讲 如果是上个礼拜上半周 可能还买的价位低一点点 如果到下半周才买 这可能会买在相对高 那原则上来讲 这个如果你的持股 是准备要去堵 他们蓝白会不会合的话 这个风险就有点高了 那我们也不知道 他到底会不会合 不过我想 如果有这些个股的话 可能要稍微看一下情况 比如说有一些个股 像这个熊斯 像这个云品 上个礼拜是有投信买超的 我想那个部分会比较抗跌 那没有投信买超的话 可能个股有弹起来 可能先做减码了 因为毕竟养有法人买超的一些个股 走势会比较强一点点 这个是观光类股的一个走势 那不过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 像美国的一些像观光股 像一些饭店股 其实表现也都还不错 但是大盘呢 上个礼拜的多头 就少了一个观光族群的助攻 最近外资持续的大买 你看这五天以来买了这么多 一千三百一十亿 但是大盘的走势 五天以来涨了五百二十八点 有人在卖 对抗的是外资在买 在吃外资豆腐了 看一下K线 正好我就问 如果外资买得这么积极 但大盘没有大家想象的 涨了这么多 当然这一次也算可圈可点了 我就怕说高点 会不会被卖股票的资金 给踩住了目前的刹车 怎么看外资在买 有人在买 一开始的话 当然是有结算的效应 那其实我们看到 越过了前面的高点 又开始走上去 那配合这个新台币也强 所以其实把这个涨势涨回来也很合理 那只是说最近这两三天 大家会认为说 是不是这个外资的买盘碰到了什么 那有时候参与的 也不是只有外资 比方说有的时候像八大关股 他的力量也很大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在这边会出现说 可以看到外资买进去 那表示指数没有动到 可是其实反过来想这件事情 你看像这个二十号这一天 他买的比较少 但指数也没有跌 对 所以其实这个并不会造成 说负向的效应 我倒认为 这个纯粹就是在今年的高点前面关前震荡 因为我认为指数在今年的高点 应该还没有出现 对比我们看到这次新台币的走势 七月三十一号有一个高点 在一万七千四百六十三 一七四六三 这个位置应该很有可能在选前去被越过 如果说大盘的指数在十二月 有一个高点去攻高 它的话 其实两年前那个高点是一八六一九 一万八那边 应该是在这两个中间 两个高点中间找到一个位置 我觉得这个行情还是比较乐观 越过今年的高点 好 所以这一波的资金行情有戏哦 会不会有大行情 不知道 但正华认为今年的高点 跟历史以来的高点 中间就是我们目前的目标 过程当中 谁有机会当领头羊 今天正华来告诉你了 但是因为最近行情不错 所以新挂牌的股价 给人家大家好多的一些想象空间 比如说富士达 但今天鸿海跟玉龙合资的洪华先进挂牌第一天 本来大家的想象是这个样子 但今天的股价表现却是这个样子 收盘跌2.7% 但盘中最重跌了9% 明翰请教您 为什么富士达跟洪华先进同样新挂牌 股价的表现天壤之别 好 这块我们要跟大家讲 这个是一个投资误区 投资人千万不要因为大家这新挂牌 就认为包裹在一起 反而会不会买绝对回归这个产业的基本面 那前段讲到这个富士达的一个部分主要是轴承 那之前大家都在想象这个折叠新手机的一个需求 快速拉升 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来讲 应该说前三季拖累这个轴承的 都在这个NB的需求比较疲弱 但台积电也提到 第四季整个NB需求回来了 之前拖累的问题已经不在了 所以不仅值于富士达 你可以看到在最近的包含照例 包含新日新 在一个月内股价都涨了四五成 所以是整体的需求比较明显的回升 所以导致这个富士达 八个交易日就涨了超过一倍 可是回归在回到电动车的身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洪华先进 其实目前国际上的一个电动车 真正的个股表现都不佳 主要还是因为利率高升 大家要买新车借钱 压力相对会比较大 所以电动车股价表现相对不佳 第二回到自己的问题 也许投资人说这个 而一开始来讲洪华先进的电动车 是以国内市场为主 但是目前来讲 虽然说有八千张的这个订单 可是之前公司有证实 目前八千张的订单 主要都是以这个九十九万低阶的 这个族群为主 那目前这九十九万 主要还是试水温 其实公司来讲 并没有办法获利 所以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产业目前需求偏弱 第二目前订单来讲 其实没有办法赚钱 所以短时间来讲 股价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压力 好那等一下我要追问 如果他待望的是 大家对于折叠型手机的期待 那他的表现会不会反而是 现在电动车的一大隐忧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要来追问美汉 先回到今天第一个大主题 正好我们请您上谈来 如果如同正华 一开始告诉大家的 台股的高点还没有到 那还有机会 现在才要进场的 或现在要操作比较积极的 到底该追创高股还是卡位跌身股 低价股在现在谁的长相最好 那其实现在来讲的话 低价股表现是很好 尤其是从上礼拜四礼拜五 一直接下来 到今天为止礼拜一 这个现象都没有改变 所以其实我们常讲一句话 叫赚钱的效应 赚钱的效应就是说 通常有一个人 他做了一件事情 如果他赚到钱以后 你只要再做一次 他会很有胆 因此的话 这个低价股应该是会越来越多 多到一个极致以后 他才会出现压回嘛 现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 就是说为什么说 他是刚开始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每年的某一段时间 低价股会有集体转向现象 以现在来讲的话 今年很明显就在第四季 那第四季的选股重点 我们讲一下背景因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首先Q4本来就是说 重点在明年的展望 已经有点不是在当年的业绩 我举一个例子 最近有一档股票 我现在先打一下 3228经历课 你看IP那几支 其实我们说今年来讲 过去的这五天里面 我们只要抓股王好了 你还四星KY 找不到缺点的极优胜 找都没有他强 如果说你今天光看数字的话 前三季还赔一块钱 你这个真的有的是 有的朋友会不敢买下去 但当然如果你光看技术面 或看那个四 对不对 我就是要找一个最低的 那你看我们时间把它拉长 这超低 对不对 这真是很低 因为他当时六百多下来的 来到这么低 我今天就抓你一个反弹而已 那我们来看最后这八天 你看他最后这八天 他可以从最后开始反弹从120这里面 一口气谈一百块钱 那我们回到刚才这个字卡当中 所以我们讲一个东西 大家认为是明年的展望 比较重要 就是当年的业绩 反正我们都已经Q3了嘛 你今天要看明报 那明年的事故 你再说吧 所以这个部分 你搭载这个地方的话 就变成说低价股相对有利 对不对 那再的话股价的主升段 常常发生就是说 隔年业绩出现 但是还没有公布的时候 比方说像今年 有一些股票 像这个充电桩 很多的公司 对不对 他都出现这种情形 他今年半年报真的还不错 或者说Q3也还不错 可是他实际上 真的在涨的时候 是涨在三四月 涨到那个给你们看到三季报 他有时候停下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情形就是会先涨 因此的话 有一些人他就抓说 有一些公司 像IC设计最多 PCB也有一部分 我就这么说 反正你明年只要比今年好 我现在就把钱砸下去 明年大家就等看开价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是低价股 他会比较有利 起涨前通常会租出底部形态 这个部分是属于心态上 这个部分是属于走势上的 因为在底部的形态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讲 假设一只股票 他涨这样子 他股票涨这样 然后前面是这样 这样跌下来的 这种形态 他比这种股票受欢迎 相对来讲到第四季 并不是说涨多的股票不好 他涨完以后 还是有机会在创新高 对不对 但是短线上来讲 我们看到盘面上 像刚刚这个柱华提到 能够锁上去亮灯 你看什么洋智这种公司 它通常都是属于价格 比较低的 因此的话 所以说低价股的话 在这个地方还是有优势 这是主要他现在的背景因素 那我们来看一下盘面上 有出现什么状况 我们来抓一个模式 所谓的模式就是说 也不是所有低价股 都第一轮那么吃香 它有几个模式 最好是哪一种就是 你以前曾经不是低价 现在比较低价 有打折的感觉 对不对 我以前认得你 我就记得你卖800块 怎么现在才80呢 然后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子 那种感觉 所以你看洋智 现在这个地方 要搭上几个关键字 你如果能够搭上ASIC 对不对 这就关键字 那以前比较高 现在看起来 现在打了三折吧 四折 这个涨上来就很有戏 我们就认为说 你只要有个转机就来了 对不对 然后现在又可以说 这个PC回温 这个很好套 套上去就OK了 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像富金通的周K线 你看他这个以前八字头 你看最近反弹上来 这个航太的面板 小面板 然后你看这个底部 打了大概是2019 2020年 四年左右 四年都不动了 对不对 今天动一下 那你看 有的人他也许会说 你80反弹一点有什么用 有用 因为20到40就一倍了 对吧 所以这数字的魔术 就是说你会觉得说 跌那么深 反弹一点有什么用 没有 你买在低档 弹上来三根就够了 然后这是我们看到滑金科 然后大家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有新的题材 有那个AI pin的题材 然后他本身又有这个车用镜头 那其实算一下数字 其实这个想象的空间也是蛮大 你看一下这个整理的时间 大概也快两年了 再来栗三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他的财报出来了 那三根报出来以后 你看他有健身器材 这张工具 这些体材 这地方也打一个底部 所以我们大概简单来讲 就是说这些股票 以前都曾经什么很高 现在大概剩下差不多三折四折 所以曾经奢华的金品 现在打折了 大家试货的就会进来 对如果说这两股票 他这辈子都十几块也不好 最好是他以前比较贵 他最近打折 好我们看下一张 这种情绪都比较受欢迎 那同类型或集团的 这个扩散效应 这就是属于概念 首先第一个定颖 大家今年的大黑马 测用PCB 所以我们说同类型 那现在就在讲一个PCB 因为今年来讲到目前为止 最强的DR股一定是IC设计 不管就PCB 这两个最强 那我们看到定颖的话 他已经走到这边 其实最近的这一个礼拜 实际上是把这个进棚给带上来 其实进棚是最标准的车用PCB 他以前比较没有那么大来做反应 可是你看定颖 他已经上到三位数了 他要看白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进棚他就有点被刺激到 你看在这边带上来 其实主要是因为量滚出来了 哇这个量一出来 那不得了 因为当时的定颖在干嘛 分盘交易 热情无处宣泄 那你看跑去这个买进棚 结果你看买成一个四 四一出来后就变成大家追 来我问一下 先给我定颖的K 因为定颖今天这根红黑棒 非常有企图性要挑战前高 会不会过 我认为这个有可能会是 戳过去以后再稍微拉回 因为这个实际上来讲的话 今年涨幅是比较大 那应该是维持高档震荡的机会比较大 那因为你看 他在分盘交易这段时间 曾经清洗一段筹码 那有机会说出现一个短线上的挑战前高 但是过了以后可能还是会有拉回现象 那电影我们在看靖鹏 如果资金比较雄厚的 要继续去等电影拉回来 然后卡位 还是在接下来追靖鹏 有没有机会 这个有机会 这个就是车用的PCB 不过我觉得 更聪明的办法 应该是把车用PCB 全部都找出来 看谁还没涨的 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一块 靖鹏这个拉回来还有机会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刚刚的字卡当中 那这个字卡当中我们在讲 另外一个逻辑就是说 你看同样都是神盾集团的 安国涨的真的是比较多 那我们讲到就是说 未来还有很多的题材 那因为纳了一个新的公司以后 又有新的项目 市场上也是认同的 那你可以看到 在分盘交易的过程当中 你看筹码也很干净 并没有因为分盘交易就被打回来 表示说呢 当时在这地方 抢进来的筹码 事实上是要做一个波段 他可能不是要做隔日冲的 这个动态跟行为跟这个涨项呢 他就刺激到了 比方说迅捷 那你看大家会去找神盾集团 当中还没有涨的嘛 所以我觉得同类型或同集团 当中扩散效应 就可以找一下 所以我刚刚讲两个逻辑 第一个是你以前高价 现在很便宜 再来一个就是说 集团股都涨了 你们家最便宜的那次还没有涨 从这两个角度去找一些低价股 等一下前一股是谁 我还是会问 那我先看一下迅捷 因为今天出了近期的大量 然后出现了一个十字线 这之后到底还有没有息 这个其实会稍微震荡一下 因为这个量已经创一个 今年短线上的高点 那其实这张股票 你看创新高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前一天 稍微压缩一点点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当时在这个地方 第一次出现大量的时候 他也有做一个整理 但是因为这一次比较强 而且仅限在这边 仅限在这个地方 那我认为这个缺口应该会守住 因为这个缺口是前一次大量的地方 有机会在这地方 做一个横向震荡整理 因为低价股是这样子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比方说你三十块的时候 我叫你低价股对不对 变六十了我就不能 好像不是很低嘛 对吧 最好还是回到当初 那个最初的状态 很多喜欢做低价股的人 就我做完这次再做下一档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谁回到最初的状态 首先我讲耀滑 这耀滑其实大家都很熟 我觉得不用讲太多 我们现在讲一个逻辑 滑通创新高 进棚汽车版创新高 这个就是汽车版 然后你如果像滑通的话 当然你有加上华为 iPhone这些当然更好 可是其实前一阵子 加上华为跟iPhone 不见得加分 是现在才加分 所以市场把那个风向 转回来以后 滑通创新高 所以PCB股票当中 有没有还没有还没可以涨的 其实要滑就有机会 因为它最标准 就是说第一个软硬结合板 而且它最近几年 是在汽车版的部分 汽车HDR版 持续来做提升 而且它真的 它纯粹就是 很在汽车版这个地方 增加它的比重 它唯一一个就是差在哪边 就我刚刚讲的 你看镜棚有赚钱吗 华通有赚钱吗 然后耀华很不幸 就是第一季亏钱 但是Q2跟Q3还是赚的 它就小赔一点点 所以这股票是最有转机性 就是说因为你看 它就等于小华通一样 题材几乎差不多 而且还加上有一个什么 低轨卫星的供应链 这个部分就是说 你在雷达板 它其实也是在这个题材里面 如果说你加上一个 比方说军工的题材 它还有别的没有的题材 那目前看起来耀华 曾经在上个月有一次创高 拉回来 现在在这个地方做一个量缩 量缩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就是说 市场上如果要反映 它的汽车板 这张股票非常有机会 做出一个反攻 来看一下K 现在空手的人 想要琢磨要华 怎么样做会比较安全 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 要有机会来挑战前高 因为它这个就是类似 那个刚刚讲 竞棚的概念 当然我们讲 竞棚毕竟它业绩比较好 可是我们要反过来想一件事 你价格也只有人家三分之一 他真的是便宜而且他第二季 第三季也是赚钱 他不是没有赚钱 他也是汽车板 他还加一个低股卫星 目前看起来的话 在这个尾班纠结到这个地方 大概已经有三四个礼拜 我觉得应该明后两天 只要放量一根 应该就会挑战前高 都有机会 OK 好 耀华 接下来还有潜积股是谁 就是IC设计 刚刚讲集团效应很重要 对不对 IC设计现在是这样 我刚刚说很多股票低价 就很强 最近有一个集团 凌阳集团的话 当然今天好几支股票上来 那其实这个集团他有一个重点 就是他对于AI的布局很积极 过去两个月 我不要讲三个月以前 三个月以前 大家很喜欢AI 过去两个月 AI比较稍微冷一点 所以他的题材很多在AI上面 他就没有反应 可是我认为AI今天有点加温了 双红上来了 其实我觉得AI有机会 那这个我可能等一下稍微继续再讲 我先把它讲完 这些就是说我们讲PCB IC设计的低价股最有机会 首先第一个 凌阳集团当中的IC设计 已经完成第二代的AI加速器引擎 这个部分的开发 其实已经拿到很多家 这个所谓的大陆客户 海外客户采用 他过去是在做那个什么 AI人点辨识 那这个领导集团 我把整个讲在一起 他为什么厉害 领导他本身这个集团当中 他是具备了什么 ASIC概念他也有 IP的概念他其实也是有的 那其他的那些股票 其实都已经涨两三根了 在该集团当中 今天才开始加温的 我还不称为真正的大涨 今天才开始加温的 应该就是这个灵通了 所以他这个部分的话 是特别有机会 那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今天稍微有点带量 明天的话可以观察一下 集团的效应 好 谢谢郑华 请先回座了 这个逻辑我赞同 如果之前IC设计已经涨过一波了 如果之前细静元 细制裁的部分已经涨过一波了 那同样的多方题材还在 还会哪一些有补涨的效应 这些个股请我给你做参考 这个逻辑我们要贯穿到第二段 美国股市最近S&P500指数财报 已公布之后 九成的企业其实都比去年同期成长 那有一些个股已经创高了 延续刚刚的逻辑 还有哪一些还没有被发现 华尔街说 接下来他们愿意买更多的股票 因为多头讯号亮起来了 什么多头讯号 休息一下 金明老师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